就好像26、28公佈了業績 都有人有貨、數數 他說14個月有貨 有沒有機會鬆綁? 26、28的話 我想要鬆綁就未必太容易 因為當然業績就出賣 其實說真的因為今天的股價反應 都不是太移動 都是輕微跌回1%左右 2%左右 當然漂亮就一定不是漂亮的了 但是起碼你看到去年來算 但是其實全年的靜利潤 都還有一個很輕微的增幅 未至於說可能是怕著 有些很明顯的下跌或者倒退 但是我想今年 其實今年大家對整個內建板塊 看起來會是正面一點 因為始終去年變了 那個基數都相當低了 而以來始終那個整體補發的表現 比如補發的收入 還有新業務的價值 其實整個行業計 大家都會覺得有機會 回到一個可能正增長 或者輕微增長的一個情況 所以對整個板塊的估值 其實有些重複的可能性 所以我想國壽來講 都有機會受惠到這件事 但是只不過你說所謂的受惠 是不是真的會大升呢 甚至乎整個板塊一起去 有個重複都好 是不是等於國壽會是一枝獨秀呢 這個就會有少許保留 因為板塊裏面 就未必是國壽最能夠特位出道 因為本身業務 說真的比較是 就是更加傳統形為主 這個會限制了它那個增速化的增長 所以如果你說有貨 那你可以再拿一下 但是如果真的駁它再上去也好 一來我想短線要看著 現在大概條20天線 衝不衝穿到 因為明顯你過了這幾天 都是受惠這條20天線 升穿到的話 其實再看大約13.3至13.5的位置 去做一個目標 我覺得去到的那些位置 如果你手上一來 我覺得可以考慮 你選擇取走走走 我寧願你吐出來的錢 你挑選其他股去做一些部署 可能更理想 因為就算你選傳統股 都未必是選國壽 反過來如果你說進水股 那更加大大的選擇 所以我想 幾個角度來擺 都令到國壽那個投資價值 似乎有一點點不是那麼明顯 所以我想如果要賺高一點 考慮賺錢出來才會比較好一點 是,你說金融股是不是也是買分銀行股更好呢? 寧願是 是,如果你傳統股或者金融股 那一定是銀行 或者你真的不銀行 你選保險的話 我寧願你選有幫好過了 有幫或者是平常好的 那都可能比國壽好 因為始終國壽的角色真是很傳統的 就是剛才提到沒有什麼出點在那裡 那所以你買它 其實那個投資價值真的不多 唯一只是那個較殘 但是這個殘的主因 不會構成一個可能上升的誘引 那所以我寧願你選真的保險股 那我想真的有幫 可能起碼未過的業績 所有東西都更加樂觀 所以我想你這樣去買 我覺得選這些會比較好一點 是,明白